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没有这么多颜色 但是我肯定在当时来讲 是穿的就是比较出味的 我以前是会说 朋友之间一个小小的聚会 我可能会穿得怎么样 但是聚会完了以后 我就好像要收敛一些 因为一定还是在一个保守的年代 但是用了时装之后 我觉得我的窗口打开了 我很多东西我想通了 我觉得在这时我要的市场 我要的舞台 色彩其实在每个年龄阶段 都可以延伸下去的 作为我来讲 我可能现在这样穿 我到八十岁九岁 如果我好的话一百岁 我可能一样是穿的 多姿多彩的 我觉得这才是人生的高度 我一定是阳估率 我做到的 我都在九岁九岁 做完整的 从始至三岁九岁 吃完整的 我那个他们都要 这所以是